現在的這個時候 大家注意到的是 新的這些縣市場準備要上任 但有一個人他非常忙碌的 他忙碌的是什麼 他鍥而不捨的要追假新聞 因為那個人叫做謝長廷 上個禮拜的時候 蘇起成的遺孫 他出來講了話 但是這樣子接受媒體的 獨家的專訪以後 講出來的話 讓謝長廷非常的氣憤 不過謝長廷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你現在整個人事布局安排 從高層到內到外 全部都是你的人馬 你下一步要做什麼 是 立剛 我覺得這真的是滿荒唐的 為什麼 因為就是 蘇起成處長的遺孫忍不住了 因為他覺得很多東西 都已經被扭曲了 所以他跳出來講 他所認證的事實到底是什麼 結果我們謝長廷代表 還是不死心 他又要臉書上講說 其實是我自己氣而不捨 追出假新聞散播者 這個GuruGuru的身分 而且那一通求助電話是假的 我把這些都查出來了 表示他才是正義的一方 但是我必須老實講 其實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你不斷的要去追查 什麼假新聞 不斷的去告訴很多媒體 你的講法 你不斷的在製造這種扭曲 所以才會逼著蘇起成儀說 不得不出來講這些話 因為他實在看不下去 再來我們必須說 如果要以這些駐外代表來講的話 謝長廷代是中華民國史上 最不誤正業的駐外代表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他沒事就跑回台灣 你知道他就算是人在日本 他發臉書也都在講台灣的事情 他從來不去講 他自己任務該有的 你要去跟人家日本協調談判 我們來看2016年 他上任才一個月 他回台灣為全代會顧票 你是駐日代表 他對日本來說有做一件事 大家不要禁止核食 還有叫台灣人到日本 不要犯法 他每天就是在幫日本人講話 所以人家才把他取個 就幫助了駐日代表 你根本就是幫助日本人 然後他每年7月 還專程回台灣幹什麼 他自己的新聞化研習營 拜託 我們付薪水給你是要你去 住在日本那邊 不是叫你回來忙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研習營 是 他天天就在幹這種事情 所以讓我們真的覺得 你真的適合在 駐日代表這個位置上嗎 然後現在又有人爆料 我們的前外交部長歐宏烈 他說蘇啟成生前 最後跟他通電話的人 可能就是謝長廷 最後是謝長廷跟他通電話 因為歐宏烈說 根據他所得到的消息 當時蘇啟成有打電話 先去辦公室 結果他已經離開辦公室了 所以後來他是不是有跟 相亭通過電話 如果有通過這個電話的話 這通電話可能就很關鍵 鴨駝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因為這通電話結束之後 他就輕生 所以這是不是有這通電話 到底這通電話 內容講的是什麼 到底是不是因為 要把所有的責任 全部推到蘇啟成身上 要把他記處分 要把他這樣子記過 才會演變成他親身的事件 其實現在已經有委員提出質詢了 要求謝長廷要回來說明 謝長廷當時還說蘇啟成 他管不了的 那是外交部吳釗瀟管的 但是我不好意思 現在都跟你有關 我覺得所有的事情 都要查清楚 包括吳釗瀟 包括謝長廷 包括張淑林 我覺得所有相關的人 你在這件事情上 到底是什麼責任 不能夠再混水摸魚 要全部查得詳詳細細 但是我也必須說 我們的吳釗瀟部長 也是非常厲害 你知道 據說內定 吳釗瀟部長 已經要轉回他國安會去 他要回國安會去 是 然後他回國安會之前 還特別安排一個人 叫趙怡翔 叫他去擔任副代表的位置 副代表是很大的職位 這樣來講應該是非常資深 然後外交特考 經過一定的外交力點才能夠 那一定是外交資歷出來的 外交官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趙怡翔今年才31歲 沒有考過外交特考 他唯一的成名一戰就是 蔡英文總統就職大典的時候 他現場口譯 所以口譯英文講得非常流利 所以被人家封為口譯歌 對 他英文能力可能是不錯 中華民國英文能力 不錯的人多的是 為什麼要選他一個 31歲的保守小伙子 去當副代表這麼重要的職位 難不想有背景 我跟你講 他一路 就是跟著吳釗瀟 在國安會的時候就跟著他 然後到了外交部 他站了記號缺 現在居然能夠升到副代表 你開什麼玩笑 所以吳釗瀟在培養 他自己的子弟兵了 而且是他部長 自己要離職的時候之前 趕快去弄這樣一個職位 先喬位置 我覺得真的是太誇張 完全就是把國家的名氣 到私鄉授受